看上這個牌子是你先看上還是老公先看上 很久很久以前就是 我們兩個還沒有小孩還沒有計劃結婚 我們就兩個就是討論 啊如果有一天你有小孩他會做什麼樣子的路線 然後我的小孩會做什麼樣子的路線 然後我們兩個都覺得如果有一天我沒有小孩 他一定會穿no no no的衣服 然後那時候就是一個計劃而已 然後沒想到後來真的結婚了 懷孕了而且我懷孕的時候 我老公認識了no no no的 以色列的老闆 然後他們就是相信我們也給我們了這個機會 帶我們最喜歡的這個童裝品牌到台灣 就是不只我們最喜歡的 因為美國也是大部分哈萊塢明星都會傳的 就是他們的小孩都會穿no no no的衣服 所以我們現在真的覺得非常的感動 然後還有不敢相信 有一點不敢相信 我們就是做到了 然後有帶這麼就算是最好的童裝品牌到台灣 就覺得很驕傲 因為我們盡量做到我們能做得最好的樣子 就是對啊 這樣以後女兒都只能穿他們家的東西嗎 她最近大部分都在穿no no no 對啊 對啊 以後長大對啊 也是一定要 會不會為了要專心進行品牌 所以就要減少演藝工作 不會 不會 還好我有我老公在我身邊 她是我的右手 右手跟左手 對 她都會幫我非常的多 所以她部分都老公在做嗎 對 老公在做 對 那你負責的是 安排 安排 就安排 你安排老公嗎 就是你才是老闆 老闆是妮卡 因為所有裝的錢是她的 老闆娘在家裡 你安排她付你多少進去 反正所有錢是妮卡 她是老闆娘 對 而且我們調貨都看清楚 也會讓妮卡看 哦妮卡 因為她會有反應嗎 她會眼睛亮 我們覺得OK 最近多一點 所以她是老闆娘 就真的 那些有在公司掛什麼事務嗎 掛什麼 Title Title 就 我嗎 其實我也不在乎Title 對啊 我沒有很在乎 就叫做 我真的不care 叫做什麼 算是第一次學做生意嗎 是沒錯 其實很久以前就是 為了這個 開始年經濟縮時 什麼的 但因為 一直滿園藝圈的工作 所以都沒有機會 就是開始做生意 那 因為現在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握 這個 抓住這個機會 所以 當然是 還是會花一點時間 在NuNu上面 反正這時間都值得 反正這時間都值得 好像也覺得跑不掉 還是慢慢 對 就慢慢開始讓女兒曝光 而且 非常的開心 像我現在身上也是穿NuNuNu的衣服 雖然她是同裝品牌 但我都能 我都能穿下14歲的 我現在身上14歲的衣服 所以現在 我可以跟我女兒穿母女裝 那以後 如果有一天不知道會有弟弟之類 我們都可以穿一樣的服裝 對啊 Mike穿得下嗎 Mike穿得下 14歲 他為了那個減肥嗎 有沒有 不用 不用 他不胖 所以Mike穿幾歲 他也是14歲 因為我老公稍微比較壯一點 所以 你們是穿母女 喜歡穿母女嗎 其實我可以穿12歲的 好了 夠了 太誇張 對不起 對 可以穿母女裝 還可以夾巴巴 因為我們很多 很多T恤啊 短褲啊 就不管男生女生都可以穿 所以可以爸爸媽媽女兒兒子都可以一起穿 所以其實省了一筆制裝備 真的 這樣Nika還可以穿別的牌子嗎 Nika老闆娘 當然 他當然可以穿別的牌子 就是 當然可以 對啊 如果這個很成功 還會想繼續擴大 紅妝的事業嗎 其實我們有一點嚇到 因為 我們 雖然今天是真正的開幕 但我們店已經要開一個禮拜 其實我們不到一個禮拜 所有火快買光了 然後我們還擔心火動點空的 然後趕快還 就定心的火來 然後 然後 還有一四年那邊 也很快三天的火就到了 對 所以 買的是 非常的 不錯 對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 火要更快到台灣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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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